柔佛州选还没有正式开打 可是各政党已经开始摩拳擦掌排兵布阵 希望能够拿下柔佛州的政权 其中在去年两场州选当中成绩惨淡的伊斯兰党 他们就不止一次向巫统伸出了橄榄枝 他们想要维持那个全民共识的关系 拉着巫统的手一起上阵柔佛州选 不过两党的合作看来是告吹的了 伊斯兰党熟理主席端尼布拉辛 昨天告诉大家 在柔佛州选当中 他们伊斯兰党希望能够出征 在上届大选国阵没有办法拿下的37个州议席 可是巫统却说37太多了 他们只让伊党出征4席 这个远远低于伊斯兰党自己设下的目标 所以双方算是谈判破裂 不过对于伊党寻求合作的意愿 柔佛巫统熟理主席诺加斯兰 他是很坦白说 伊斯兰党其实只是想借巫统的势头 在柔佛州选当中赢一些席位 因为伊斯兰党自己也知道 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不可能赢到一席的 他嘲讽说 马六甲州选的成绩足以证明 伊斯兰党真的很弱 况且伊党在柔佛的支持很少 所以巫统没有理由去帮助这个弱者 也决定不会跟伊斯兰党商讨合作的事宜 无论如何 国阵已经在今天召开会议商讨有关 柔佛州选的相关详情 至于巫统跟伊斯兰党会不会合作呢 有关详情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巫统主席阿摩扎西 今天连同国阵成员党多名重量级领袖 齐齐现身柔佛青山出席会议 商讨柔佛州选的一席分配 会议结束后 由国阵兼巫统首领主席穆哈莫哈山 负责召开记者会 当被问到巫统是否会和伊党合作时 穆哈莫哈山说 巫统大部分区部领袖和基层 都希望国阵在柔佛大选中单打独斗 不过巫统党高层还会再仔细观察和研究 与伊党合作的决定 穆哈莫哈山坦言 由于这一届柔佛州选 将迎来第一批18岁新选民 再加上我国实施选民自动登记 因此所有政党都将面临同样的挑战 而战胜挑战的关键 就取决于各党如何说服新选民 至于反对党方面 不久前西渡半岛的明星党 会不会首次出战柔佛州选呢 明星党主席沙菲亦表示 他们不会在柔佛州选中充当观众的角色 并透露自己将和青年党主席算杀敌商议 预计在下个月会宣布竞选详情 尽管民心党会不会跟西蒙合作 目前还是一个问号 但是西蒙主席安华呢 今天已经率先宣布 西蒙会全面上阵柔佛州选 出战所有56个州议席 同时安华还说 在经过协商之后呢 形容党和诚信党会使用西蒙的旗帜来上阵 而公正党会继续使用蓝眼的标志 当然安华强调 西蒙依然欢迎其他反对党的加入 希望可以结合各党的力量 在来临的柔佛州选当中胜出